汪小飞和大S辅养飞的案件有了结果 不出所料大S胜诉汪小飞败诉 紧接汪小飞就晒出一些转账和账单的明细进行回应 表示自己一分钱都没有少给孩子 自己将会继续上诉 对于汪小飞晒出的各种转账和账单明细 可以看出大S加所有的东西都是汪小飞付费的 以及两个孩子的所有费用也都是汪小飞付费的 那么大S怎么还要起诉汪小飞呢 27日大S汪今日透过经纪人回应 判决就是给她的回应 对于汪小飞晒出的明细 S妈也做出了回应 日常费用是父母的事 我真的不了解 谢谢 台北地方法院判决不回的主要原因 是大S和汪小飞的调解约定定期定额 时报时效两笔费用无法相互留用或抵充 网友们还发现张阴影竟然演员出道了 出演了电视剧《寻你春风野马》的重要角色 让人怀疑是不是汪小飞投资呢 带一次镜组 但此时的汪小飞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忙着和大S打关子 请不要订阅 按摩 别当了